这是新北市土城一起离骑车祸 有一辆汽车是跟直行的机车对撞 机车骑士当场被弹飞了20公尺 那么被撞的机车呢也飞了出去 就撞到了正在人行道上等红灯的老妇人 这名83岁的老妇人伤重不治 家属悲痛万分 身色外套满头挥法的老妇人 刚采完菜在人行道转角等过马路 和骑车经过的邻居寒暄到一半 竟然因为正前方路口的一场车祸 无辜丧命 我在跟他聊天 我问他去哪里 他说他回家在对面 那有一部汽车 应该是要回转还是要进这个巷子 然后跟那边过来一部机车相撞 然后机车飞出来撞到他 我就躺在地上 伤心 我就看他这边都看到骨头了 左转轿车和直行机车相撞 骑士当场摔飞20公尺远 机车也因为车速过快 撞击力道过猛腾空撞向等过马路的老妇人 造成老妇人当场没了呼吸 送医急救之后 因为脑部严重受损 仍然回天法术 接获二号的家属 怎么也不敢相信 就在农历新年之前 一向乐于助人 婆婆竟然会惨遭狠祸 非常好 而且她很有恩心 怎么说 她平常啊 如果说看人家比较 比较弱一点的 她就会自动的资助 照顺的轿车女驾驶车祸发生当下 因为惊吓过度 根本不敢下车 机车骑士送医之后 目前还在医院观察当中 根据监视器画面 虽然双向都是绿灯 但左转轿车 应该要领让对象的执行机车 另外机车完全没有刹车 一次车速过快 都可能是照顺原因 毁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